上一回我们讲到了环绕朱棣的两个谜团,这其一就是他的出身问题,通过一些史料上残存的没有被朱棣销毁的记载,我们可以推断出燕王朱棣他是一个数子,那么这些史料呢,可都是官方的证实。 因为这个出身问题,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所以在这部书当中我们不会去引用野史,其中有一本《南京太常寺志》曾经就记载了朱棣母亲的真实身份,他就是贡妃。 这里我们说一下这个太常寺是一个什么机构,太常寺啊,属于礼仪机关,主要负责祭祀礼乐之事,凡是册历啊,册婚啊,还有征讨啊等等这些事情,都要事先由这个机关来组织实施礼仪,所以他的记载那是最准确的。 按说有了太常寺的记载,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,太好事多磨,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?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本《南京太常寺志》已经失传了,听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骂我了,你这不废话吗? 说了这么多,结果是空口说白话,这不是逗人玩吗? 实在是抱歉,因为这本书它也不是我弄丢的呀。 即使是你找遍所有的图书馆,现在也是找不到这本书的。 但是您别着急,因为虽然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书,可古人却是看过的,并在自己的书当中留下了记录。 比如《国史易考》,《三元笔记》当中都曾经记载过,《南京太常寺志》当中确实写明,朱棣的母亲是贡妃。 而明孝陵神位的摆布,为从左开始第一位是李淑妃,也就是马皇后,胜太子朱镖、秦王和晋王。 那么从右边数的第一位是贡妃,胜成祖朱棣。 要知道,在古代,这个神位的排序可不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的,那是严格按照身份来排列。 而《三元笔记》当中更是指出,钱千亿,这位钱千亿是明朝的一个大学问家,后来投降了清朝了。 那么他记载的钱千亿曾经于1645年元旦败业过明孝陵,发现孝陵神位的摆布正好和这个《南京太常寺志》当中的记载是一致的。 共飞的灵位排在右边第一位,足见其身份之高。 虽然以上所说的这些证明力度并不能够和明史相比,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,也算是证人证言吧,属于间接证据。 当我们把所有的证据连接在一起的时候,就会发现,朱棣生母的身份应该是已经很清楚了。 在这里呢,也要特别的注明一下,关于明成祖生母身份的问题,已经由我国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涵先生和傅思年先生论证过。 在此,今向两位伟大的仙人致敬,是他们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谜团,还原了历史的真相。 但是遗憾的是,那位生下朱棣的母亲生平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。 我们只知道,他的儿子抹杀了他在人间留下的几乎全部痕迹,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。 为了权利,朱棣把自己说成了是马皇后的亲生儿子。 虽然马皇后确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辈,虽然他也无微不至地关心过朱棣,但他毕竟不是朱棣的母亲。 在朱棣的心中也是迫不得已,为了坐上皇位,已经是九死一生,如果再背上一个数子的名分,又怎能服众,怎能安心呢? 所以朱棣修改了记录,所以朱棣湮灭了证据。 他绝不能承认共妃就是他的母亲,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排出他的神位,提高共妃的身份。 想来朱棣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。 其实他也知道这些并不够,不足以报答圣母的养育之情,但是朱棣没有别的选择。 说完了有关朱棣出身的谜团,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建文帝生死的这个谜团。 在前文书呢,咱们也曾经讲过,那么建文帝真的死了吗? 这曾经是朱棣长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,这个问题可以说他思考了二十二年,从建文四年,也就是1402年静难成功开始,一直到永乐21年,也就是1423年才结束。 真是不负有心人,朱棣最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,仅仅是在他临死之前的一年。 让我们现在回到建文四年的那个夏天,看看谜团的开始。 在建文四年的6月13日,李景龙打开南京的金川门,做了无耻的叛徒,放北军入城。 而朱棣却不马上进宫内城,他的目的是等待建文帝自己自杀,或者是投降。 朱棣似乎认为建文帝除了这两条路之外,没有别的可选。 然而建文帝注定是要和他一生作对的,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。 当扎营在龙江义的朱棣发现宫城起火的时候,他十分慌乱,命令士兵赶紧进城。 救火倒是其次,最重要的是找一样东西,那就是建文帝。 活的也行,死的也行,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 朱棣十分清楚这件事的厉害关系。 即使建文帝死了,大不了背上一个逼死主君的罪名,自己的罪名已经够多了,不差这一个。 那么如果建文帝活着呢,关起来就是了,也不怕他飞上天气。 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失踪,皇帝不见了,那可就麻烦了。 朱允文毕竟是合法的皇帝,而自己不过是占据了京城而已。 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效忠于他的,万一建文帝要是溜出去了,找一个地方号召大臣们秦王,带兵攻打自己,到时候胜负还真是个未知术。 可是怕什么偏来什么,经过清查之后,朱棣真的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,命令士兵赶紧加紧排查,但是仍旧一无所获。 可能有人会奇怪了,朱棣已经控制了政权,要找个人还不容易吗? 不瞒您说,还真是不容易,因为这个人呢,他是不能公开寻找的。 首先不能登寻人启事,说什么,你叔叔病重,甚为想念,望你建启事后诉回之类的话,那是肯定不会有效果的。 其次呢,也不能贴上通缉令,写上什么,抓到之后有重赏之类的话,因为朱棣的行动,按他自己的说法,那是静难呢,也就是所谓早出奸臣。 啊,皇帝是并没有错误的,怎么能够被通缉呢? 所以,这条也不行。 最后啊,他也不能够公开的派人大规模寻找,因为这样无异于告诉所有的人,建文帝还活着呢。 这心中别有企图的人,必然会蠢蠢欲动,他这个皇位,那就坐不稳了。 但是呢,朱棣又不能不找,万一哪天突然蹦出个建文帝来,真假且不论,这号召力肯定是有的。 即使平定下来,这明天后天还可能会出来两个三个,那还让不让人安心过日子了? 您不见,一个所谓的朱三太子,闹得清朝一百多年都不得安宁。 所以啊,这实在是一件要命的事情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朱棣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计划,这个计划分为两个部分。 首先,向外界宣布,说建文帝已经自焚于宫中,并且找到了尸体。 那意思就是,所有的建文帝的忠臣们,你们啊,就死了这条心吧。 其次,派人暗中查访建文帝的下落,具体的查访工作有两个人去做。 那么,这两个人寻找的路线也不一样,分别是本土和海外。 这两个人是谁呢? 他们一个叫胡盈,另一个叫郑和。 郑和的故事,我想大家都熟悉了。 我们在后边的章节会详细介绍这次偶然事件引起的伟大壮举。 在这儿呢,我们主要讲述一下胡盈这一路的问题。 胡盈是江苏常州人,既不是静难嫡系,也不是众臣之后。 他的为人呢,是喜怒不形于色。 当时又任几十中,没有任何的靠山,可谓是人为言轻。 在朝里呢,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。 但朱棣却选中了他,因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,才适合去执行这样秘密的任务。 无人问津,无人在意,即使出了什么事情,也可以声明此人与己无关。 你不去谁去呀? 永乐五年,也就是1407年,胡盈带着朱棣的绝密使命出发了。 朱棣照例给了他一个公开的名义,那就是寻找仙人。 这个名义真是太恰当了。 因为仙人本来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嘛。 但又确实有寻找的价值。 一百年找不到,也不会有人怀疑。 胡盈呢,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一项工作,那就是寻人。 当然了,朱棣和他本人都知道,他们要寻找的不是仙人,而是一个死人。 至少说是一个已经被开出了死亡证明的人。 朱棣看着胡盈远去的身影,心中期盼着那个人的消息,尽快传到自己的耳朵里。 死了也好,活着也罢,只要让我知道就好。 和以往一样,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,这个人一定会告诉我问题的答案。 那么朱棣的判断是正确的,胡盈确实会给他答案,他也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。 但是朱棣没有想到,等待的时间,那真的是很漫长。 胡盈开始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,他变形天下周郡相议,饮茶见闻地安在。 这期间,连自己的母亲去世,他也没有回家探望,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工作。 探寻这个秘密,已经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,最终他找到了答案,不过那是在十六年之后。 既然答案揭晓,要等到十六年之后了,那我们就先来看看,为什么建文帝的死亡与否,会有着如此之大的争议。 其实啊,明代史料大部分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,而且还有一些野史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出逃时候的各种情况。 虽然不可信吧,但是也可以看一看。 根据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至深陆一书所记载,建文帝在成破之日万念俱灰,想要自杀。 这个时候,有一个太监突然站出来说道,高祖驾崩时留下了一个箱子,说当陛下遇到大难的时候,可以打开。 现在已经是时候了,就请皇上打开箱子吧。 然后,他们把箱子取出来并且打开,发现里边的东西是一英俱全,包括和尚的杜碟、袈裟、僧帽、剃刀,甚至还有十两白金。 更让人称奇的是,里边居然还有朱元璋先生的亲笔批示,指示了逃跑路线。 于是,建文帝等一干人,就由此逃出生天。 看过上面这些记载,相信大家可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 没错,这些记载似乎带有武侠小说的写法和情节。 朱元璋确实神机妙算,但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。 就算他预料到自己的孙子将来要跑路,可他还能预先准备出服装道具和路费来,甚至连逃跑的路线都能指示的一清二楚,这就明显是在胡扯了。 就如同武侠小说当中一样,某位大侠跌下山崖,然后遇到了某位几十年不出山的活老前辈,或者是挖到死老前辈留下的遗物。 而这样的传奇情节,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并不多见。 虽然存在着近乎荒诞的记载,但是明朝史料大都认为建文帝没有死,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还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? 这是因为在后来,一件事情的发生,使得建文帝的生死变得不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,而是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。 这件事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诸三太子事件,也就是所谓的明朝灭亡的时候,诸三太子并没有死,而是活下来继续组织反清的事件。 要说起来呀,这位诸三太子也实在算是个神仙,从顺治到康熙到雍正,经历了三个皇朝,如同幽灵一样围绕着清朝的统治者,一直挨到三个皇帝都死了,他却始终战斗在反清第一线。 清朝政府对这个幽灵是极其头疼。 很明显,建文帝的故事与诸三太子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,故尔在修明史的时候,这个清朝政府就受益史官来更改这段历史,一口咬定建文帝是自杀而死。 值得肯定的是啊,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,顶住了压力,坚持建文帝未死之说,但是无耻的人无论哪个朝代总是不会缺的,大学士王洪旭就是这么一个人,他的人品明显比不上他的学问,为了逢迎清朝政府,他私自修改了明史稿,也就是明史底稿,认定建文帝已死。 由于这个明史毕竟是官方史书,故而影响了很多人对建文帝之死的看法,直到近代,史学界对建文帝未死的问题才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意见。 可以说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,无数人为了各种的目的去修饰和歪曲他,以适应自己的需求。 但我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,而他必定有被揭开的一天。 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,朱棣都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好人。 这个人冷酷,残忍,痊愈熏心,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绝不想和这样的人做朋友,但朱棣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皇帝。 一个皇帝从来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。 恰恰相反,在历史上,干皇帝这行的人,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人,因为好人干不了皇帝。 朱允文就是一个铁证。 那么一个人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的那一天起,他所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权位而已,还有许许多多的敌人。 皇帝不但要和天斗,和地斗,还要和自己身边的几乎每一个人斗,包括大臣,太监,老婆,老婆的亲戚等等等等,甚至还有兄弟姐妹,还有亲生父母。 如果这个父母还活着的话,他就成为了所有人的目标。 如果不拿出点手段,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,就很容易被人找到空子,踢下皇位。 而历史证明,被踢下皇位的皇帝,生存率那是很低的。 所以为了皇位,为了性命,这个做了皇帝的人,就必须学会全谋诡计,必须六亲不认。 他要比最强横的恶霸更加强横,比最无赖的流氓更加无赖,而且他也不能相信任何人。 所以我认为,孤家寡人实在是对皇帝最好的称呼。 那么朱棘就是这样的一个恶霸无赖,同时也是一个好皇帝。 朱棘精力充沛,时时刻刻以劳模朱元璋先生为榜样,每天从早干到晚,不停地处理政务。 他爱护百姓,关心民间疾苦,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。 在他的统治之下,明朝变得越来越强大,皇帝被开垦,人们生活水平在提高,仓库堆满了粮食和钱币,经济科技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。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,打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。 朱棘还制定了很多立国立民的政策,也很好地执行了这些政策,使得明朝更为强大。 如果要具体说明,还可以列出一大堆的经济数字。 这些全都是套话,具体内容可以参考历代历史教科书,我就不在这多说了,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听得太多。 但值得思考的是,这些举措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做过,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。 为什么朱棣却可以超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,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公认的伟大皇帝呢? 这是因为他做到了别的皇帝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。 那么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,我们将介绍这位伟大皇帝的功绩。 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,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人,却绝对是一个好的皇帝。 他用惊人的天赋和能力成就了巨大的工业,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,并在六百多年之后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,朱棣却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,而且是当之无愧。 那么让我们从他的哪件功绩说起呢? 咱们下回再讲。 多 recogni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